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英格兰捉中判罚 停赛七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然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不当的言论来自于今年的6月份 比坦古马 古赖季参加过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名称就是这样的 不过拉丁文我就不懂读了 大家看看吧 提到热切的对长孙兴文的时候 他就说 Sunny S-O-N-N-Y 是对孙兴文一个亲切的称呼 他就说或者Sunny的一个表亲亲戚 因为他们看起来 大家生得差不多样子 这样的言论就引发了争议 事后比坦古马也知道自己出事了 在社交媒体就向孙兴文道歉 比坦古马也有亲自直接向孙兴文道歉 不是只是社交平台 这个就到热切季前的集份的时候 再次当面自怯的 根据孙兴文的表示 他见到比坦古马也道歉的时候 直是想哭出来 热切的球员 因为出言不信 去诋毁另外一位的热切球员 然后被英格兰捉中的法庭赛 或者你会很好奇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这个处罚又这么严重呢? 其实孙兴文本人也不追究 那不是代表没有什么的吗? 当然不是了 根据反慈善机构组织 Kick it out 透露 他们就说 这件事件发生了之后 他们居然收到大量的投诉 似乎比坦古马在暗示 是不是韩国人都是生成同一个样子呢? 这样的言辞就令人感觉有点不适了 引发争议之后 比坦古马当然我刚才说过 也很快地向孙兴文作出一个公开的道歉 其实孙兴文在6月20号 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也表示 他说 回应称自己和他的队友有个直接交流 这位队友当然就是比坦古马 他说对方也为自己的过错而道歉 比坦古马是无意去说这些冒犯的说话 他说我们都是兄弟 这件事在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孙兴文其实也不太介怀 也接受了道歉 这件事发生了三个月之后 即是9月份的时候 英格兰竹中 居然正式指控比坦古马 孙兴文在三个月之后的9月25日 在一场欧巴布尔的赛事对着 卡拉巴克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他又被记者再次提问过 他说比坦古马是对的 他道歉的时候 他几乎哭了 也重申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密切的 英格兰竹中其实有什么行动呢? 他先在6月26日的时候 就向比坦古马发出了一个询问的 当时比坦古马刚刚在参加美洲国家杯的 然后在8月19日 亦是代表比坦古马提交了陈述的意见的 而英格兰竹中在9月11日正式置函比坦古马 指控他违反了英格兰竹中规则E3 这一项的 对于指控 当时比坦古马是否认的 规则E3.1的规定 足球的参与者是不能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 E3.2是进一步将涉及 种族、枯式、民族、国籍等等特征的行为 定义为加重违规 即是如果你的说话是有针对性 也牵涉到这几方面的话 那你就基本上都走不掉了 英格兰竹中有个三人纪律的委员会 11月12日就召开了会议 一致裁定比坦古马是违反了规则E3.1 委员会一致决定比坦古马是 处于一个国内的赛事七场禁赛的处分 并同时罚款10万英镑 亦都要求他参加一个面对面的教育项目 其实比坦古马在这个过程 曾经是向委员会提交了 他一些个人的申诉、陈述 他的言论是 试图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去提升采访的记者 他的概括是完全不恰当的 当时的主持人 就采访的就是这位乌拉贵记者 拉法哥特努 拉法哥特努就称呼孙兴文为 那个韩国人 比坦古马就声称 他的言论是温和地提醒这位拉法哥特努先生 并且对其的言论作出温和的反驳 但是 纪律委员会就不接受这一套的说法了 我刚才这样说 由于因为我跟回报道去说 我不知道各位巴打你听下去 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其实 那个乌拉贵的记者可能 那个问题本身都有些 有些不对路的了 但是比坦古马就可能 他自以为幽默的 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 就惹来牵然大波了 所以说纪律委员会就不接受这个说法 在报告里面也是写到 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的陈述 这个是跟证据是互相矛盾的 这个是跟球员的道歉的内容和形式 球会以及孙兴文的回应 是完全不符的 在这份纪律委员会的报告也提到 就是说对比坦古马提出 另外一项的辩解 他们觉得印象不是那么好 就是他认为自己有合理的隐私期望 以及对记者发布的行为 应该有更加多常识性的预期 委员会回应 他说我们不接受球员会对 采访当中任何内容的公开感到意外 包括本案的核心言论 就是说你能接受访问 记者就会听完你说的 就算他不加炎加草 他照直写的话 就是你不能够是没有防备 你觉得你敢跟他说完 记者不会写出去的 对于为什么要罚庭赛七场呢 报告也都指出了 其实处罚的范围本身就在6到12场之间的 6场就是最低的标准来的了 委员会认为本案的违规行为 是接近这个处罚范围的最低端 就是又不是最低的 因此就是禁赛七场的 那礼拜三的时候 就是这个礼拜三 热次也都官方宣布了了 就会为比坦古瓦面临七场的 国内的停赛提出上诉的 那热次在一个公开的官方言论那里也提出了 他说我们接受独立监管委员会 对比坦古瓦犯有种族主义行为的判决 接受的 但是认为对球员的处罚过于严厉了 就是这样 在上诉的期间 比坦古瓦将要继续执行的停赛 而球会不会再就这件事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当事人都不追究 但是被告依然是走不掉了 听起来其实是绝对不奇怪的 不奇怪的当然 你毕竟是说了 最主要是你的行为的问题 是吧 而且英超其实被罚也早有先例 比如说2019年 曼城的中场球员班纳导斯华 曾经在社交媒体那里 就是小小抽他的队友水 这位被抽的队友就是班哲文文迪 他认为后者就和一个巧克力品牌的卡通形象非常相似 由于因为那个形象的主要特征 就是深色皮肤和他的嘴唇的关系 大家看看这张图 就是一个厚的嘴唇 因此班纳导斯华的做法 也都被认为是涉嫌种族歧视 虽然事后班切勿文迪和班纳导斯华 也都表示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但英格兰足种就不是开玩笑 虽然他们都认同这位班纳导斯华 这位葡萄牙中场 并不是有意歧视黑人 但仍然对班纳导斯华 作出一个罚款5万英镑 以及停赛一场的处分 根据英格兰足种当时的解释 就是说班纳导斯华 他其实不是说私底下 和班切勿文迪私下交流 而是在一个他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社交平台 这样发布的内容 即是无疑影响到足球运动的声誉 也都暗示班纳导斯华 这个无心之失或者无心之举 是起到一个很坏的示范 因此难途处分 在这里也要说明的是 虽然英格兰足种在2019年7月 引入了新的规章 确定了任何比赛被发现 有种族歧视行为的球员 都将要被处六场到十二场的禁赛 但是那个条款 就不适用于这个在社交媒体上所发生的问题 于是乎只是发表了一场图片的班纳导斯华 就停赛一场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当今欧洲球坛种族歧视的问题 其实已经不是单单是黑人球员的一个专属话题 在二三到二四球季 总部位于英国 我刚才所提过的反歧视组织的Kick it out 统计过记录了144项 针对英格兰各级职业联赛球员的 种族歧视的事件 当中有16%涉及东亚 与及东南亚血统的球员 就此Kick it out 他们的首席执行官 就是奥卡科先生 也是这样透露过的 他说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球员 遭受到种族歧视的事件和报告 其实是每年都在增加当中的 举个例子 刚刚过去英超的球会水晶宫 就是要接受调查了 因为根据报道 水晶宫的日本中场球员 廉田大地 在对富咸的一场球当中 就遭受到球迷的种族歧视 而影响力更加大的事件 就发生在今年的7月份 当时英超的球队狼队 就和二甲的星班马 就是法比加斯 执教会那家科莫 就进行一场 贵前的热身赛 当时他们的南韩前锋 王喜撒在比赛当中 遭到对手的语言的攻击 延迟的攻击 事发之后 王喜撒就向当席的主球证 进行了投诉的 而他的狼队队友 也有一些情绪激动 就是葡萄牙的逸峰球员保丹斯 甚至乎激动到 因为冲突当中 动手打人 而吃到面糊红牌的 赛后 狼队就向英格兰捉总 和欧洲捉协 向欧洲捉协提出一个投诉 韩国捉协也发表声明 说会向国际捉协致涵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全部可以上诉的机构 都已经上诉了 随后科莫那方面 这支耳甲的升班马 也都是辨称 其实我们自己的球员 只是看到 王喜撒的名字 提到王喜撒的名字 就说了一句 他以为自己是Jackie Chan 他以为自己是成龙 并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含义 这个说法似乎 未得到国际捉协的采纳 而他们的中坚 马耳高古徒 也在今年的十月份 收到一个处分 就是五场的停赛 和五场的缓营 不过要顺带一提 这位中坚 马耳高古徒 其实在那场热身赛之后的一个礼拜 就已经船积 被这间意甲的升班马科莫 租借过去二月的球会设赛纳 当然啦 是不是因为闻到这件事 就没有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看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到 欧洲的球坛对于种族歧视问题的重视 但是也还有一个疑问的 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夏天 似乎都是挺热门的一件事情 闹到事情发得很大 那位是没有什么事呢 那位是什么人兴呢 就是阿根廷 帮阿根廷 拿到美洲国家杯冠军 在庆祝活动当中 安素费兰迪斯 就是现在车路士的中场球员 在那里又唱又跳 嘲讽那些法国移民的视频 就闹到满城风雨 其实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其实安素费兰迪斯回到车路士 甚至乎要向他车路士的队友道歉 因为车路士的队友也是有公开抗议的 但是这样的事件 亦都是自己有 都是辣着自己有 为什么道歉完 没有停赛呢 这个可能涉及一个 究竟是谁执行的问题 即是哪一个管车 哪一个管车 发生了什么事呢 根据英格兰足中的认为 安素费兰迪斯 他犯错的地方 在美洲杯的期间 这件事应该由国际足协 或者南美足协去处理的 类似的情况 就有拿到金球奖的洛迪 在庆祝西班牙 拿到欧洲国家杯冠军的时候 就高唱 直煲罗陀是西班牙的 当然这个不是种族歧视 这个牵涉到政治的问题 也是由欧洲捉协宣布了 对这位曼城的中场球员 停止他国家队一场的比赛 而欧洲捉协其实关于狼队那件事 他都不理狼队的投诉 理由就是后者和科莫那方面的冲突 不是发生在正式的赛事 而是发生在友谊赛 这样欧洲捉协又不理 车路士也曾经对安素费兰迪斯的事件 展开了这个纪律程序 但考虑到这么贵 买这个球员回来一亿新价 自然希望大事化小 等那阵风头过了之后 很快就宣布 不会对安素费兰迪斯 发出纪律的处分 而国际捉协和南美捉协 也没有特别要坚持的意思 这些真是你问为什么 就很难解释了 这件事也就这样慢慢平息了 相比之下大家觉得 比坦古马 真的 如果这样比较 不要说没那么好运 直接是bad luck 当时他发生问题的时间点呢 就在英超球区完结了 也不是执行国家队的任务期间 但是这样而已 英格兰足中就觉得自己又要管理了 这些真是弹出弹入 大家互相交波 到底大家觉得比坦古马是否罪有英德呢 说回比坦古马本人 金国球卫的状态是上升的 我自己个人看到他 他持球推进的能力 全球的合理性 虽然全球的成功率 他未必高得过另外一位和他主要竞争的中场球员比数码 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真的夹回到金届 频频而后 落到中场位置的古鲁石斯基 以及詹士麦迪神 他两位金届的位置都稍微可以适时靠后 他们靠后了 我就觉得比坦古马的跑动 以及跟他们的呼应 是比较好一点的 是比比苏马好一点的 当然我们上季看二次比苏马和沙亚的配搭都很出色 但是现在因为他普斯迪哥高奥尼威热刺的教练 这样微一微调阵容 比坦古马的重要性就比较大 当然他也不是踢足的 他也有轮换的 今届热刺今个球季里面17场的比赛当中 他各项赛次有10场的正选 上个星期在对叶士维席的比赛当中 他也是正选的 也有下半场 投锤入了一个球 那场热刺就输了 自一月份以来的第一个的入球 虽然说热刺 是不能够反败为胜的 至于比坦古马是所谓的被罚停赛期间 我不知道上诉的时候有几大逆转的效果 分别就是 按照顺序的日期 数下去是对曼城 亦都是对富咸 对班尼茅夫 对车路士 对修咸顿 亦都有一场联赛杯的八强 对曼联 以及对利物浦 当中这里都牵涉到四场主场 以及三次的作客 换言之 比坦古马下场 可以参加的比赛 英超赛事 就到了12月26日 拆礼物日 对洛定咸森林的比赛 那场球是作客的 当然了 他罚就罚英超 英格兰国内的比赛 他仍然是可以参加欧把杯小组的阶段的比赛 包括即将未来的 11月28日 对罗马的赛事 幸好 他虽然表现出色 比坦古马 但又不是说 没有人去替代他的 给苏玛 亦都可能要争取一个机会 重拾上季 普斯迪哥高奥 对他一个 绝对强大的信心 OK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